赵岳 二十一岁 天津市园林学校 园林技术专业 各位老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赵岳 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市人 在同事的眼中是一个开心果 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是关于新媒体行业的 最好的工作地点 最好是在天津 谢谢大家 欢迎你 赵岳 谢谢 你说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对 我答一岔 天津话你会说吗 我会啊 那得了 我们的叶子龙夜院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老相好 妈 你叫什么 老相 好家伙 你叫老相 你叫老相好啊 我告诉你这个 我们夜院太太也看呢 你这 这最后弄不好夜院劲儿 最后一气劲儿就劲儿了 老实人你别拿我搭茶了 我想问一下赵岳 你是园林学校园林技术专业毕业的 对 可是呢 你这报名表里头 你这个人的经历都跟袁林没什么关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这所学校离我们家是最近的 头次听说这么选学校 一般小学跟中学大家会这么选 学习 幼儿园也这么选 所以赵岳 你有调查过吗 我们在场企业家哪个跟你家更近了 没有 那因为你是个妈宝吗 为什么要离家这么近的学校去上学呢 没有 就是因为我妈图方便 但是他们从来不接我上下学 上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没人接我了 你是从小就比较胖吗 对 我生下来的时候八斤六两 我出生也八斤六两 这就是差距 但我觉得你特别可爱 我特想好奇地问一下 你谈男朋友了吗 我也想啊 一直没恋爱过吗 对啊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是人就行 比如说你要碰到像大卫老师这样的 你很心意的男孩 你会主动追求吗 我会 就在不久的刚才 不久的刚才 你刚刚对他表白了 我没没 怎么可能是他呀 对 赵月 我跟你说啊 你这开场你给叶子龙 叶苑挖了个坑 然后现在在陈薇的诱导下又给我挖了个坑 你说明白了 你是不久的刚才上台前 对 这样做过 不是不久的刚才在台下对我这样做过 那不可能 对 是 我哪入得了您的法眼啊 那也不是 我从小就喜欢你 从小就喜欢我 看你节目长大的 好 杨蒋碑他刚才怎么表白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我们了解他 而且他还拍短视频嘛 对吧 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嘛 然后我就问他了 我说 有对象吗 介不介意换一个呀 然后他说 不介意 我傻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俩加了微信了 刚加了 对 我跟你说 加完微信第一条很重要 在场的12位企业家啊 大家给赵岳一点建议 这个面对自己心仪的男孩 第一条微信 咱们发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发一个可爱的表情包 表示一下自己的开心 周伟呢 你要引起他的注意 你的微信更新到8.0版本以后 给他发一个砰 炸弹 炸弹 他一定会回复你的 嗯 来我们听听 于林 我感觉可以大家聊点兴趣 相同的 你的兴趣爱好啊 行了 你确实是老实人啊 你确实是老实人 陈薇来 哎呀 我不老实 我会发一张 穿着白衬衫的照片说 我这个白衬衫跟你是同款哦 哦 是找共同点啊 你会怎么做潮汐 我会创造机会 你看 这个今天晚上 我也回不去了 正好晚上 大家都很无聊 可以出来喝喝酒 撸喝串 然后相互了解 反正长夜漫漫嘛 你我都无心睡眠 如果有一个人 这么给你发微信 你什么反应 拉黑吧 是吧 太傻了 肯定会拉黑你 赵月 刚才我们用一个 非常幽默的方式 聊了 你加别人微信 然后怎么去打一个招呼 但说回到你这个行为啊 我倒觉得 对他性格的表达是一个 非常直观的表现啊 很直爽的一个人 你的这个身体特质 有没有给你带来过一些 让你不愉快的经历 那太有了 就上初中的时候嘛 就经常会被排挤啊 就整个班级四十来号人 就三个跟我说话的 就是在他们说我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选择 自动地屏蔽了 就是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好 值得教 你不会因为我的身材 而去说三道四 说一些什么 对